所以师父也尽一点心力 我不敢说我在教大家 我也不敢讲我在讲经说法 我不敢这样讲 我尽一点心力 把佛陀的正法传开来 我也向大家学习 我们互相切磋 教学相长 第二何为发菩提心之相 何为发菩提心之相 也就是菩提心发起之后 是什么情况 这也可用来验证一个人 师父已经真正发起菩提心 邪佛人中人人皆为 我已发菩提心 或自己以为已经发 但不知菩提心发起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并不是已经受三规五戒 乃至菩萨戒 读读经念念佛 打打坐就说已经发菩提心 也不是说发心出家 剃个头 受大戒 披上袈裟 早晚两堂功课 送送经 礼礼佛 习传 学教等等 就是以发菩提心 当然这些事都应做 就看你以何心态去做而已 以发菩提心之相是什么 这一段太重要了 诸位 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科长 不论在家出家年 一心一意 为了法 为了菩提 能舍一切 能舍一切 舍生命财 舍世间一切 名利全位 舍眷属恩爱 勇猛精进 等心修学 一切 一切如来正法 一切如来正法 然一切所修 皆不为己 不为自己 求得少法 但为法固 为众生固 不计一切 不计一切 无忧厌悔 尽未来计 阿难占佛祭中所谓 将此身心奉成岔 是者名为报佛恩 去言除此中所谓 为于心之所善兮 虽九十日其未回 好 解释一下 用念的 等同发愿 力量强 这不论在家的居士 或者是出家的比丘 比丘女 一心一意 为了法 为了菩提 菩提就是觉悟了 能舍一切 没有一种东西 舍不了的 像师父就是这样子 我生命都豁出去了 哪有贪婪这些供养 是不是 我连生命都豁出去了 哪会贪婪这些什么名 利 能舍一切 舍生命财 为什么 万法居舍 放得下的意思 不是叫你去死 就是连命都看得很开 如果我这个命牺牲了 能救无恋无便的众生 值得 我常常用一句话 来鼓励 来鼓励 一些修行人 我在南普多佛学院 跟比丘说 人一辈子 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让后人留恋 留恋 印度的国王 你认识几个 除了阿易王以外 你认识几个 不认识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全世界都认识 为什么 他就是牺牲生命 为法 为众生 不顾生命 自己正道以后 讲经说法 外道 想尽办法 要让他死 毁谤他 攻击他 装作大柱子 伤害他 外道的 他也是 路路不动 正因为 世尊懂得牺牲 做一些有意义的 给后人值得留恋 印度的国王 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除了阿易王 佛陀的爸爸 靖范王 一个都不认识 可是世尊 叫做万事巨星 那些什么披头士 合唱团 那些 什么歌王 歌后 你能撑几年 那些影星 影帝 影后 能撑几年 是不是 睡意不饶人 是不是 睡意不饶人 所以他们所谓的巨星 Superstar 但是短暂 无量的时间 空间 只是一闪而已 佛陀的光辉 到现在 2500年前 我们仍然猛兽 佛陀的光辉 大波勒智慧的 恩责 是不是 所以佛陀 值得我们学习吧 因此 使生命财 使世间一切 名利千位 眷属恩爱 所以有的发心出家 出不了家 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恩爱很难断 下不了决定心 再做诸位 全世界不是欲望最难断 不是拿你的欲望最难断 这个感情最难放下 父子 母子 父女 这个感情 比较难的 是不是 像我母亲这样子 爸爸走了 他也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伴侣 欲望可以放下 可是这五个孩子 他就是 眷属 自己的恩子 我一定要把他养大 对不对 难割难舍 所以我为什么讲 愣眼睛到现在 我一直 回向自己的母亲 母亲太回大了 他如果小时候 把我没有放掉 对不对 那我去当流氓 那你们哪里有一个师父 在这里讲经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感念 我的母亲 没有把我们放弃 再怎么哭都撑下去 我发现 我母亲真的伟大 太了不起 为了儿女 受尽一切委屈都没有关系 对 所以他们的夫妻 就是有名无实 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 爸爸就不在了 不过这样也好 所以她往生的 很好 没有干扰 所以我妈妈 往生的 很好 头顶十二个钟头 都是热的 我认为 横手负刀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她没有再交男朋友 很不错的 妈妈 勇猛精进 等心修学 一切如来正法 然一切所修 皆不为己 不为自己求得少法 但为法雇 为终生雇 不记一切 无有厌悔 绝不后悔 不厌恶也不后悔 今未来记 这个今未来记 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 菩提心就是无有穷尽的 为什么佛法是无尽的 因为佛法讲无相的 为什么世间人的福报 是有限量的 因为他着相 所以只要有相 他就有一定的范围 你要无相 就是无尽 无量 无边 虚空 就是无相的 所以只有学佛 才能够开发出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的 无尽这样的 本性的功德 因为他讲无 世间人讲有 阿难战福祭中 所谓 将此身心奉尘叉 这个尘叉 就是我们 三千大千世界 是者名为报佛恩 把这个身心 牺牲在这个尘叉 就是我们的 说佛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该去度的 他就去 放得下 肯牺牲 能够把这个身心奉尘叉 这才是真正的 报佛的恩 屈原 我们的吃种子 就是屈原 投蜜楼浆 是不是 处此中 所谓 唯一心之所善兮 虽久时其未悔 唯一之事 鱼就是我 这只是我的心 善就是相 这个善不是善良的善 是相 就是一定的方向 这是我心 决定的方向 就是死了九次 也决定不后悔 我们修学佛道 也是一样 听经文法 不管发生 什么变故 所以久时其未悔 也绝对不后悔 就是下定 皆心修 修学佛道以后 所有的遭遇 逆境 统统放下 虽然十九次 也不会后悔 简单讲 就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决定 下定这个决定的心 三十九页 第三行 有所谓 发菩提心之法者 为以 先所种之菩提种 以土壤 阳光 空气 水分 肥料 除虫 除草 等因缘 令种子 发芽 生根 乃至抽枝 生叶 开花 等等 是为 发之意 若听经文法 而起 真信节 乃至 圣节 因而 受三规 五戒 等 乃至 出家 视为 下菩提种 种下了 菩提的种子 在座 诸位 你们 坐在底下 就是 下菩提种 燃至 种子 仍未 萌芽 须带 土壤 阳光 等 真上缘 其 芽 才能 萌发 出生 事故 只有种子 尚未 发芽 生根 还不能算是一棵 有生机的植物 因此 其 菩提心 仍未 居足 发芽 有所谓 土壤 阳光 等着 即是 清净三宝 善知识 善有 要跟人家 接善言 以 静信心 如法 修习 五善根 清净三宝 就是佛法身 善知识 可是方向 没有善知识 我们没有方向感 善有 同参道有 善言 要好的 外缘 所以 一定要 结善言 纵然没有缘 也不可以 结恶言 因为这个缘 会 关系 影响到 你将来的佛道 一尊佛 成佛 他就是 结了 无量 无边的善言 才有办法成佛 一点点少的 善言 也还是要结 你 对 does 对 感谢观看